嗨,你这老货,真会逗弄老生开心,这冬日里,哪户人家能整日吃上这些菜品的,岂不是钱如火烧? 夫人不说这些了,快快吃吧,不然凉了可不好,对了,四妹子,十二丫头,这里这么多,一块吃饭嘛 这怎么能行,想必是姐夫花了大价钱的吃食,给老姐姐准备的,岂能沾这个光? 行了,跟老生客气慎,你们母女来陪老生这么久,还没用午膳呢,而且这些如此之多,哪怕加个老成都是够吃的,反而推托起来了 夫君,你呢? 没事,老夫吃饱喝足才回来的,你们吃 孙夫人笑眯着眼睛点头,随之拿起了筷子,夹着一片青菜就放入了口中,立马就是一声惊一声 夫人怎么了? 为何这青菜如此未美,这? 哈哈,夫人放心,你先吃,为夫等会儿再给你讲 在程咬金的连忙劝慰下,孙夫人这才继续动筷子,有如此美味 还有自家妹妹和侄女做陪,孙夫人破天荒地直射小两碗米饭作罢 不知是错觉还是如何,那脸色肉眼可见的都精神油彩了一两分 这可把程咬金高兴得坏了,这可是天大的好事啊 难不成,这美食也可治病 秉国公大人,老夫人本就脾胃两须 如今突然食更进骨,体更无知,入眠休憩乃是好事,无需担忧 这时候,程咬金那老脸上的担忧终才缓去 孙老夫人吃了饭,便不一会儿有了休憩入眠的心思 程咬金干脆也趁此之际 赵来个,以前经常给老夫人瞧病的老郎中瞧瞧 如今只要是好事,那就行 这么说,夫人的身子好些了 以药力来说,天下之补,要食为此,四股五素鲜 给老子说简单点,他奶奶第一,这些老酸子就是麻烦 便是能吃下食,就是极好 如今老夫人也是气血有补 算得上好事,若是能每日有胃口进补,便能弥补精气之亏 哈哈,懂了懂了,好好,来人,带老孙头去领赏 姐夫,你这是从何而弄的真凶,能够如此未美,想必价格不菲吧 那是自然,妹子,不是俺老成炊 就拿你们吃的那几个青菜来说,那必须是要琉璃做顶,薄土做底 那琉璃,必须丈大许一块,小了不可 然后冬日之中吸收天地之光,方能长出 丈大许的一块 姨父,你说得真的,丈大许的琉璃,这世间哪有 哎,终究是你们见识太少 怪不得你们,琉璃虽然宝贝,但也莫要太大惊小怪 难不成是真的不成 母女二人狐疑地对视了一眼 虽然程咬金说话喜夸大其词 但从不懈说的假话,就在母女二人惊在着菜如何如何的时候 那边正装出一副淡然的程咬金 顿时瞧见一副鬼鬼祟祟的身影 兔崽子,给老子滚过来 你小子敢跑一个试试 老子不销你五十码鞭,算你小子好命 我靠,不会是要揍我吧 但是珊儿表妹在呢,这可咋办 父亲大人 哼 爹,爹的爹 珊儿表妹还在呢,留点面,留点面 闺女啊,你觉得你大表哥与二表哥如何 娘,不是说了不提这事了吗 再说道,大表哥已有公主婚配,想什么呢 你你你,你个死丫头,你年纪也不小了 你大表哥虽然已有婚配,但你二表哥还未有吗 哎呀娘,就不能不说这个了吗 你个丫头,如今你姨夫朝中颇得圣心 你父亲和咱们一家,在朝中要不然靠着你姨夫的大衫 那太极殿上连她占绝儿的地方都没有 得亏你娘没事带你往你姨娘这里走 白走了不是 这丫头,怎么这么没点误信呢 她奶奶低,若是这小子不非要去那什么洛西山 那岩的生意明明按城府也可以掺一脚 可如今,这白白的天大的,好生意从嘴边飞走了 痛的,那可是钱啊 天底下哪还找得到那般稳钻不赔的生意 这魂球打嘎算了 哈哈,大哥又被老爹揍了,真是太好了 二少爷又打散去春心阁 我靠,高叔,你压坑我 老二,你也给老子过来 对,不过来行不行 今日里,吹了三四天大风大雪的城外 终于安生了那么一点起,不说风雪停了 但起码能让人在外面冒个头 不知什么时候,一辆马车,随行着几名护卫 缓缓到了四角山石探工房 马车渐渐停稳 从上面下来了一位面带面纱的少女身影 以及一位一身锦绣华衣,脸色威严,此乃霍国公,柴少 其身后,还下来了一位大大咧咧的青年 不是柴令武又是谁 爹,小妹,这地方的路倒是好破 这里不是说是万名流露,苦不堪言吗 而现在,这里放眼望去,却是有着形态各异的雪房子 柴少虽然作为又五位大将军,与秦琼其位的武将 但对于这长安城城外四角山上万流民的事,也是最近听闻不少 如今自家女儿非要带自己过来一关,没想到竟是此番美景 他原以为,就算朝廷震灾,开仓放凉,这里也定然是一片风雪凄凉,人间地狱的凄惨之像 没想到如今一关,大开眼界啊 殷儿,没想到这里还有如此极景 是啊,当下人传来信报的时候,女儿还不信 如今看来,竟然比信报值上还要更好 这下人,静 快快快,跟上,跟上 老兆头,你把后面挑着懊着点,你急恶甚 这时候,一众挑抬着罗伴,上面搁放着一块块硕大的雪砖 一行人急忙往工坊方向去呢 柴少不经意间瞥了过去,忍不住仔细打量一番,心头没油的一惊 这些人身着破烂,显然都是流落过来的难民 可如今这精神头,就算是有人正在,以功代之 也不可能有如此精神头啊,这还真是起了怪不成 这几位靓仔啊,早上好啊 靓仔们莫走,某不过问问道而已 柴少那威严的面色收放自如,刹那间显得如同平易近人一般 柴少的步子刚踏出去,身后的护卫刚想跟上 便被柴少低声吩咐,不准跟来 随即又面色平缓地走了过去 最后,那几人狐一不定地看着柴少 仿佛确认了柴少没有恶意,方才放下心来 靓仔莫怕,某不过想问问些许事情而已 这样啊,贵人问,小老头知道啥说啥 你要知道我敢不告诉你吗 就你身后那几个猛男,就够咱几个吃上几胡子了 靓仔们,你们这是作甚 回贵人的话,咱们这是挑雪砖,回去盖雪屋 如今虽然很多人已经住上了,但还是有许多人没住上 这附近的雪压不死时,只有从稍远的地方去挑 原来如此,雪屋,这雪屋可曾保暖 贵人,这雪屋可是暖和 如果再加上些许瘦皮布料,再不急,多些干草 也足以冻布嘎人 而且大善人给我们每个雪屋,发了瘦干料与树油 点上两盏小灯,既暖和,又可照明 这雪屋竟如此暖和 那这位老伯,这雪屋之法,可是何人传给你们的 回小姐的话,传给我们这雪屋之法的,就是咱们工坊的东家 虾家公子,那可是天大的好人,救了咱们这些流苦于荒的难民啊 是的,是的 这造雪屋,便是虾公子令人带头的 小姐不知,不仅这雪屋,整个流民之地都要靠着这些东家 这可是天大的善人,比朝廷 各位,某下来目仿民事,今日便是来寻这家小东家的 不如你们说说,这家小东家如何治理这难民之地的 也当为母姐解惑 第二天,虾人照常来了四角山工坊 主持着里里外外,前后发生不过十天 虾人已经将这里的流民遍野,处理得井然有当 只不过这办公环境,实在是太艰苦了一些,望着眼前的一切 大概得规模它已经构架好 只要物资的问题解决了,剩下的,不是让石炭工坊救他们 而是让他们自己救自己 这样,既能快,又能换发每个人的希望的动力 这就是瞎人的赈灾核心 老师,也得窥视您,若是换个人,岂能做得到 废话,你老师何许人也 虫义,这些天觉得学到了什么没有 老师,这几天并没有教授什么学识啊 这几天没上课啊,莫不是老师要抽查我新学的什么方程式 不是问你学识,问你这几天有什么感悟没有 哦,这样啊 老师,这几日学生一共去了春兴阁 收割24颗大西瓜,以及吃了好几个鲍鱼 停停停,这臭小子竟然偷偷背着我去黑皮 真是过分 我好不容易装起来的呗,老师却不让我装了 我容易骂我 行了,我知道你想的什么 这几天就是对你们最好的思想实践课 你跟高明那小子一定要记住 好好记住,我也懒得和你们长篇大论 跟个迂夫子一般 我相信你们会明误的 特么的,想多说点有文采的 奈何自己,语文功底有限,说不出来啊 老师竟然对自己如此放心 甚至一点多余的啰嗦都没有 太感动了 好的老师,学生并不负老师所望 这傻小子真好忽悠 但是呢记住了,问取哪得轻如许 唯有源头活水来 若是有一天你们为官为正 不是学识有多高 第一条永远最重要 要有明百姓之心 不然身居高位 传下去的只是一滩污水 李崇义眼神坚定 若有所悟 随后竟然直接从胸口摸出来了个小本子 拿出铅笔 小心地记下了瞎人的话 这让瞎人有些欣慰地点了点头 不亏是我的学生 这模样真是跟我当年初中时候 勤学好问颇为相似 正当瞎人还在给李崇义进行教育时 就在这时候 如同一声清零般妙耳的声音 从另一个方向突然传了过来 侯爷说得好 与好